我今天其實這支影片主要就跟大家分享 中間有非常非常多人問我的一些問題 然後跟一些我自己的心得感想 如果呢你今天要再問我一次 一年之前我要不要重建的話 我還是百分之百的會跟你回答說 大家好我是崔明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呢其實算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影片 因為它其實也算是我一個人生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我重建龍乳已經一年了 我今天其實這支影片主要就跟大家分享 關於我重建龍乳的這些 其實中間有非常非常多人問我的一些問題 然後跟一些我自己的心得感想 那為什麼選在這個月拍攝呢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國際性的節日 每年10月呢它就是國際的乳癌防治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個月裡面我非常多品牌會推出一些像是 乳癌防治啊一些各種各種的活動這樣子 那根據衛福部還有像是國民健康署的各種統計 其實大家都會發現說 近年來的乳癌的比例其實一直一直在增加 我覺得其實跟就是現代人的生活或是一些壓力其實都滿關係的 因為我後來就是有分享這些乳癌的相關的知識啊 跟一些重建的過程 其實有其他的病友們就有看到 他們就也給了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啊 畢竟要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其實我覺得並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知道嗎 那必須要說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得乳癌第三期的關係 所以我的狀況其實是全切對我來說是最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直接做右側做全切 我必須要說 要把身上的器官去切除 真的是一個很逼不得已的決定 但是你為了要活命 為了要健康 為了要好起來 所以你必須要做這樣的決定 但是其實切除之後其實後面的重建的路程 其實它也是需要一陣子的 所以呢如果呢你今天要再問我一次 一年之前我要不要重建的話 我還是百分之百的會跟你回答說 我絕對要重建 而且我其實還做了左邊預防性的切除 所以我其實現在目前的兩邊全部都是一如 我覺得其實我很感謝自己 就是一年前多的自己幫自己做了一個 這麼棒的決定這樣子 而且其實後來我身體好了之後 你看我可以穿泳裝啊 然後可以穿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啊 我覺得我生活上面有比較方便之外呢 其實我整個人的自信感 其實也跟之前的感覺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呢我今天算是就是 重建一年之後的一個 懂心得的整理 然後跟一些大家常問我的一些問題 可能我之前沒有講到的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囉 如果你們覺得今天影片很棒的話 記得分享給你身邊需要的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說 就算你今天生病了 你也不用害怕 你可以看看我 就是我也是一路上從生病 然後知道 然後切除化療放療 一路上 然後到現在重建完 真心理的恢復這樣子 現在我也是很好的坐在你們面前 所以你們一定也可以的 那首先呢第一題我最常被問的問題 就是當初是怎麼樣選擇灶杯 然後跟材質的 所謂的材質就是因為其實 易如有非常多的品牌 那我後來選擇的品牌是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選擇 麥陀這個品牌好了 第一個呢 它是全球有700萬的女性 它其實都有在使用麥陀 不管是做重建 或是做龍舞 其實他們都是用麥陀這個品牌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用美國FDA認證 然後在台呢 它已經生根有30年的歷史了 再來就是它是全球 真的是最多最多人用的 那我個人覺得最放心的地方就是 他們每一年都會做非常多的數據 或者是做很多檢測 就是說有沒有植入的人 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那它其實報告都是非常安全的 像曼陀它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易如 還有出像水滴型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款式可以選擇 那我後來為什麼會選擇 光滑面圓形的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會在討論說 到底要什麼樣的罩杯啊 什麼什麼各種 我其實當初 在選擇罩杯的時候 要放入幾CC這件事情 其實我那時候也非常非常的煩惱 會覺得說 我到底要放C還是D 因為我還沒有生病之前 我的胸部是大C小D 那我先講一下我兩邊植入的CC數 我右邊植入的CC數是450 然後左邊是350 那為什麼兩邊完全不一樣呢 原因就是因為 當初右邊是全部切掉 全部切掉之後 它是變成一個很大的疤痕 然後皮膚是整個是扁的 就是我之前的身體是完全不對稱的 那時候只留下 左邊是原本的胸部 然後這邊是整個是平掉切掉的 那為什麼我兩邊的大小不一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這邊有點像是一個平地 然後呢你用擴張器創造一個空間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放液乳進去 那這邊呢它原本就有一個房子了 只是把裡面的乳線切出來之後呢 裡面就是換成是液乳這樣子 所以兩邊的方式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要怎麼樣決定你可以裝幾CC液乳的大小呢 其實是決定你的胸部 胸部就是你身體的這個寬度 然後還有像是你手臂的寬度 其實醫生都會從這些地方呢 去做一個全方位的考量 如果你只是要重建單邊的話 它就會參考你左邊胸部的大小 它會放一樣的容量 讓它看起來盡量是一樣的 那因為我是兩邊都重建的關係 所以呢 當初其實我有評估我的胸闊的大小 因為如果呢 裡面放太大的液乳呢 它就會讓裡面的空間完全的不夠 那不夠之後呢 它就不容易去滑動它嘛 它就非常容易造成夾膜軟縮的現象 那賈伯倫說是什麼 它就是有點像是整體的一個保護機制 它會去擠壓你的硬 然後就變成很像石頭奶 你知道嗎 你的形狀還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最後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選擇光滑面 然後是圓形的 為什麼不選擇水滴形呢 因為我就是根據我的體型 像我這樣的身形 其實我的上半身比較短 如果我今天做水滴形的話 它的狀況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是一樣是上面是扁的 然後我的胸部呢 就會集中在下面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 感覺比較下垂感 但我說的是因為我體型的關係 有些人他本身比較豐滿的人 他就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可是因為我的身體的關係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我上胸可以有肉 所以那時候呢 醫生就是拿各種形狀給我考慮之後呢 我最後還是決定用光滑面跟圓形的形狀 我覺得他比較符合我的身形 所以大家在選擇形狀的時候 你必須要針對你的身形 去選擇CC數還有形狀 而不是說 我今天看崔咪我做這樣子好看 那我做就一定很好看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是要依照你的身形 跟醫生給你的建議 所以這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呢 很多人問的就是 重建的過程中會很痛嗎 修復期大概需要多久 然後需不需要按摩呢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 重建過程會很痛嗎 我必須要說 因為我的身體 乳癌啊 切除的關係 其實我已經 身體已經在這兩三年之內 我已經經歷過了 各種大大小小的手術 所以呢 你說重建過程會很痛嗎 對我來說 我真的就是a piece of cake 很多人會說什麼 啊熔爐很像被車子碾壓過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我不會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為 當初因為我這邊是全切 所以全切這邊其實 這邊的胸部的神經 其實會受損 所以本身其實它就沒有什麼知覺了 再來就是我左邊又是預防性切除 所以裡面一樣也是掏空的乳腺 所以它一樣有傷到神經的部分 所以它一樣也是有點沒知覺的 好 所以其實術後的修復呢 稍微比較記憶深刻的 第一個就是可能前一兩個禮拜 要裝那個引流管 就是要看那個身體裡面的血水 有沒有流出來幹嘛 這樣子而已 然後後來引流管拔掉之後 我也覺得還好 那接下來就是按摩 我真的以前聽別人講都會說什麼 按摩超級痛痛的要命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們重建的關係 所以就跟你講說神經的部分 其實就是已經有受損了 所以真的按摩是 我沒有什麼感覺的 我是真的沒有什麼感覺的 那你什麼沒感覺 然後呢按摩方式是怎樣 大家不要想按摩想太複雜 其實就是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稍微的去讓它在你的身體裡面 可以去晃動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很多人說要看 易乳的晃動感 那我個人覺得修復其實要多久 我覺得大概一個月之後 其實大概就是正常幹嘛 也沒有特別要修復的地方 那主要就是稍微的去按摩它 每天我都會大概花十分鐘按摩它吧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點是 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的胸部這邊 常常摸起來有點冰冰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用泡澡或是熱敷的 讓你的身體的血液循環比較好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還好 按摩對我來說也是小事情 而且我就是常常按摩這樣子 胸部也會感覺比較QQ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疤痕狀況 疤痕狀況也是很多人會問的 這個當初是因為那個全切直接重建 所以我的疤痕就是中間這一道 這一道痕跡 所以我當初在開裝衣服的時候 也是直接從這一個疤痕直接下去 所以我這邊右邊的胸部是沒有新的疤痕 但是我左邊這邊就是從這個地方下去這樣子 我覺得這邊還OK 你看我穿胸罩什麼時候 其實都會遮住看不到這樣子 那剛分享了幾大重點之後 來到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重建到底要花多少錢 這也是非常多人會在意的部分 我先講一個對大家比較有利的事情好了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申請一些補助 第一個就是像勞工局它有一個失能的補助 大家可以去申請看看 那失能的話我覺得可能要看一下情況 因為當初我這邊是右邊有全切掉 所以呢我是有申請到失能補助的 那每個人可能要看一下你的狀況 才能決定說你能不能夠申請到 如果今天你可能是局部切除一點點的話 有可能你是沒有辦法拿到這個補助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呢 曼陀的粉紅工藝計畫 它每年呢會提供乳癌重建的補助名額 未想重建的癌友提供就是他們所需要的乳房之入物 我覺得這個計畫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幫助女性就是等於重新去面對自己新的生活 那還有申請條件 那申請條件呢就是第一個就是呢 就是你有意願想跟這些社會大眾去分享你自身乳癌的故事的人 提醒更多的女生呢去注意他們的乳房健康 還有就是提升這些病友們的重建的知識 那第二個條件呢是需要經過醫生確認健康狀況 已經可以適合乳房重建的人 申請條件就只有這兩個齁 再來就是審查條件是 電腦狀況手術醫生評估適合做乳房重建者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是中低的收入戶跟身心障礙的弱勢族群的話 會悠閒 然後其餘的話就會依各區的配額跟申請時間的順序 去決定說你有沒有申請到 它會說希望你能夠分享你自己的故事 然後就是等於鼓勵更多的女生可以在意自己的乳房的健康 然後跟提升就是重建意識者為優閒 所以如果你打從心裡非常抗拒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能就不能申請他們的公益計畫 那報名流程的話一樣在這邊給大家 就是第一個你患者先諮詢醫生 然後確認你的健康狀況已經符合重建需求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你要自行上網 我把網址會留在底下資訊欄的地方 你可以自行下載申請書 然後第三個是將申請書跟相關的附件證明 繳交給合作機構 所以會留在底下這樣子 所以你會需要乳癌診斷證明書 然後再來就是曼陀粉紅公益計畫的申請書 然後還有身份證的證反面 那如果你有中低收入或是身心障礙的手冊的話 你要一併的減付它可以一起去做一個審核 然後曼陀它會30天內回覆你這個審核有沒有通過 然後接下來就會由合作的機構去通知這個申請人 就可以安排重建 剛剛最前面的問題就是重建要花多少錢 重建呢一般來說 如果是加上易乳加上醫生的手術費的話 其實一邊大概要15萬左右 我這邊如果有育後切除的話 還要再加上育後切除的手術費 如果你是直接這邊重建的話 它就是一個醫生的手術費用 再加上曼陀液乳的本身這個東西的費用 所以呢這個公益計畫呢 等於就是曼陀會贊助你裡面的液乳 如果你有申請成功的話 等於你就只要支付就是醫生的手術費就好了 所以相較的價位就會下降很多很多 所以呢我覺得也是不無小補啦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人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這個公益計畫看看 那分享完公益計畫之後呢 很多人也會問我一個問題 你現在已經就是做完液乳之後呢 那你接下來你要怎麼樣去檢查你的胸部 因為其實我們癌症的話 我們有五年的追蹤期 所以其實像我現在每三個月 我都還是要去醫院不停的做胸部的檢查 那之前一開始就是超音波跟加上乳房攝影這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乳房攝影 它其實會是用一個機器 然後它會夾胸部去看裡面有沒有一些病變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或者是一些腫塊這樣子 那因為你現在做液乳的關係 所以呢你是沒有辦法做乳房攝影的 因為有可能那個機器在夾的時候 有可能會夾破你的液乳 所以這時候呢你就要在檢查之前 其實你就要跟你的醫生說 醫生我現在是有重建的狀況 所以我的胸部是一如 那醫生呢就會幫你安排另外 就是核磁共振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檢查的胸部的部分 第一個都是先看超音波 超音波先看說 欸我胸部裡面有沒有一些不正常的 一些腫塊或是不正常的跡象 然後接下來如果醫生覺得說 欸有一點不對勁 他就會安排胸部核磁共振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有重建的話 也記得一定要告訴你的醫生說 你有乳房重建了 所以你不適合做乳房攝影 這件事情一定要有你自己去跟醫生講 不然醫生哪看得出來 現在胸部都做成這麼的真好不好 那今天最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重建對我整個心理跟身體的影響好了 這一年以來我覺得其實我整個人的心理的健康 真的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而且我會覺得 因為你的身體恢復了完整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的心理也會漸漸的恢復自信感 那我其實非常鼓勵大家就是 不需要因為別人的聲音 去決定你自己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或者是你需不需要重建 你需不需要怎麼樣 我覺得傾聽你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不需要 我覺得我這樣也可以過得很好 我不會因為別人這樣子 我會感覺到自卑會害怕 那我覺得很棒 真的你也許不需要去重建 但是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 你會覺得說身體完整了 心理的健康才會完整的話 那我就覺得你今天一定要去重建這件事情 好囉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不好意思直接問我的話 你們也可以資訊我的IG或是粉絲團 如果有些手術我沒有做過 我沒有辦法回答的話 那我就不會回答 但是基本上我能夠回答的東西 我都一定會 竭盡所能的幫大家解答 好啦那希望大家就是一切健康 對一切平安 我覺得這就是我現在最希望的 真的就是沒什麼比健康更重要 好啦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記得每週三每週日我們都會有新影片 那我的頻道是關於是所有變好變美 變有錢變聰明的養分 然後記得要訂閱下去 我們每週三每週日見囉 我是崔咪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